2013年的异常意外导致我下肢皆瘫 从此行动只能靠轮瘾 就连生活也不能自理 后期通过康复锻炼以后 现在生活处于半自理状态 昨天接到公司通知说今天下午一点开会 所以今天我早早打理好自己 找出要穿的衣服放在床上 每次穿裤子都要在床上完成 经过九年的劫碳病史 双腿肌肉严重萎缩 脚也随之变了形 哈尔滨的冬天很冷 所以穿上带拉绒的保暖秋裤 穿上可抗菌的五指袜 哈哈怎么样 看我单手穿五指袜 穿得还挺溜的吧 这是熟能生巧 穿完袜子以后 再穿上妈妈亲手为我做的 纯棉花的裤腿 它比较厚实也很保暖 穿起来也很方便 再穿上户外羽绒棉裤 这样能更加保暖 穿完裤子以后 准备下床穿鞋子 下床穿鞋对于健康的你们来说 是件极为容易的事 可对我来说是锻炼了很久 现在也要花上较常人几倍的时间和体力 才能完成 不过 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不用再麻烦别人帮忙 不用再给家人添负担 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 越靠近常人所为 我越开心 这证明 我不是只会给家人添负担的累赘 更不是一无是处的废人 老天为我关上一扇门 定能为我打开另一扇窗